HELLO 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暑假快要到啦 那文具空門也準備要面對一連串的市集 還有文具展啦 不曉得各位 直接要漏洞的錢包準備好了嗎 在這一回呢 我們要帶來的是 非常令人感動的新品大拳套開箱啦 那就是來自於喵大 時隔半年的新品大拳套開箱 簡單介紹一下 喵Illustration的創作者喵大呢 他現居在澳洲 可以從他作品裡面呢 看到非常多的小花、小草、小蝴蝶或是小仙子 都是以水彩筆觸的方式來呈現的 那無論是貼紙、紙罩袋或小本本啊 都會有一種淡雅柔和的氣質 他們營造出來的感覺喔 在我想像裡面啊 很像是那種坐在很有質感的氣質咖啡廳裡面 邊喝茶邊寫手帳的優雅妹子們 會使用到的文創小物門 言歸正傳 我們立刻進入到新品開箱階段啦 這次的全系列啊 幾乎像是開了Turbo一樣 它一共出了10款新品 分別是這個3個印章套組 還有這邊1、2、3、4、5、6、7 7個紙膠袋 分別呢是有4個盒子材質 和3個PT材質的 那我們就依序來看他們吧 各位喔 現在看這個包裝啊 很像是那種高級的生巧克力 或是化妝品一樣的漂亮喔 好那我們就分別來看他們裡面 到底長什麼樣子 這個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看這個外殼啊 它是低調的深紅色 搭配閃耀的燙巾 你看這邊有一個讓人很捨不得 拆開包裝的小貼紙 那它裡面呢 有8顆矩幕具的小印章 印章上面呢 是用雷雕的方式來呈現圖案 裡面有小女孩、小兔子 還有這一位拿著迅類的 不知道是小鵝還是小鴨子 這邊呢還有大小蘑菇 比人類更高大的花草 很像是要把角色 包進一個童話森林裡面 那除了用不同的印尼顏色 來營造不一樣的故事之外呢 不同顏色印出來的蘑菇啊 也可以幫它定義看有沒有毒 欸這裡還有可愛的小信封欸 這麼可愛的組合 要怎麼捨得送人呢 接下來看這個第二套 有一點灰紫色的這個農場物語 然後這個包裝啊 看起來就很像是生巧克力盒 打開看 裡面呢有6顆印章 他們營造出一種 欸我現在有農場 那這一些是我的商品的標籤 看一下這一塊小蘋果啊 下面寫農場 這邊還有這種說自己是有機的 還有出自我品牌的咖啡 很可愛欸 我覺得它除了蓋在手杖的照片之外啊 你如果把它印在我們之前有看過的那一種 空白的紙膠袋捲上面啊 剪下來就可以變成小小張的貼紙 應該也很優秀喔 那這邊搭配的小贈品呢 是農作物出貨的風箱貼紙耶 從頭到尾所有細節都是貫徹農場的形象 最後一顆印章呢 是這一種諾蘭迪的藍色系 搭配這種抗淫質感的 Love and Peace 我覺得啊它看起來很像是保養品的包裝 這裡面包含六顆 充滿愛與和平意象的小印章 一般來說啊 鳥類在一些文學或藝術的創作當中 它具有蠻多不同面向的象徵 比方說鴿子代表和平 青鳥代表幸福 那孔雀代表高貴等等 你看啊這六隻小鳥它們都很圓圓可愛 嘴巴上叼著小草小花 好像是要給人一個祝福一樣 如果你今天希望你的祝福很能力 就可以用這三位 那如果比較委婉一點呢 就可以使用這三款線條為主的 可以呈現出不一樣的氛圍 看完了印章套組之後呢 我們要開箱紙膠袋啦 這一回有七樣新品 那不過呢這次裡面有這幾款 它們分別是使用了同樣的圖案 但是印在不同的材質上面 所以我們就兩個兩個一起來介紹 首先我們要看到的是這個 這一次來有輸的是核紙 還有這種帶有貝殼光的PET 必須要先跟各位說一下喔 其實蝴蝶對於我來說啊 就是長了翅膀的毛毛蟲 如果圖案太過擬真 會讓我有一點不適 那這一組呢 我在網路上有稍微看過 似乎是在安全範圍喔 我們就嘗試開箱一下 所有蝴蝶的顏色呢 都不是特別的鮮豔 是這一種咖啡色系 或是偏墨綠還有藍黑色系的 核紙這一款 我覺得和落葉的感覺有一點搭 可以用來營造秋天 或是復古的場景 那PET版呢 雖然是相同的樣色 但因為蝴蝶身上的紋路呢 用了貝殼光這一種工藝 就讓這些圖案啊 變得很華麗又鮮明 我個人覺得是很棒的搭配喔 不同角度會想要出不同色調的貝殼光 和蝴蝶結合起來 會有一種靈動的感覺 好那我們再看到這兩款 他們叫做凋零之石 這一組呢 是核紙膠帶 還有亮面玫瑰金的PET 上面這種小花花 看起來就是非常百搭的新朋友 先看一看核紙這一款 這些小花很多彩多姿 我對於這種彩色漸層的呈現啊 以上沒有什麼招架之力的 那既然設計這麼多彩 為什麼會說它是凋零之石呢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植物的邊緣喔 是不是顏色有一點點深呢 很像是他們在風華正茂的時間點 要開始凋零的樣態 這讓我想到年初 我們有開箱過的絕美凋零力 那再看到這一邊 有一些邊邊角角的地方呢 加了一點點的玫瑰金 立刻就有一種味氣高級感啦 我會解讀為這些玫瑰金的點綴 像是要為了這些 剛經歷燦爛花旗 逐漸走向凋零的小花們 帶來最後的閃耀 那我們從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兩卷明明圖案是相同的 但選擇了不同的工藝 就會帶來這樣子風格上的差異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 一樣是相同圖案印有兩個不同材質的 下枝腔圍 這一款一樣是兩款發售的 分別是核紙還有亮面古銅金的PET 先看看核紙材質 像這樣的紫色紅色性交融的設計呢 是我們過去很常看到 喵大的作品呈現風格之一 那這種大花 當你拼貼的時候呢 如果擔心底色太單調 就可以鋪上一層大花 立刻營造出一種花圓感 那對比核紙材質所呈現出來的溫柔風 相同圖案變成了帶有古銅金的PET材質 讓人們看起來很秀氣優雅的腸圍 立刻變得明艷而且外放 只是點綴了部分而已 立刻就是落落大方的模樣呈現 兩款對比下來呢 會讓我想到張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 好,那最後一款呢 是只有核紙材質的山野草 拆開來看啊 你各位有沒有注意到這些圖案啊 和2023年手帳的圖案很像呢 喵大把山野草手帳裡面的 這一些可愛小野草 變成紙舊袋啦 這些小野草 會在一年四季不同的時節出現 它們不像是玫瑰、象日葵 或多肉植物之類的品種一樣吸睛 只是安靜的生長在任何可能出現的地方 不過呢 創作者他特別把這些小野草畫出來 呈現出日常小細節 結果尺寸啊 就最大的覺得喔 非常可愛的反差 什麼東西啊 這是你的嗎 我以為是我頭上彈下來的耶 那我都真的太扯了吧 以上呢是喵大的新品全系列開箱啦 那如果您比較喜歡印章的話 請幫我按1 如果比較喜歡核酒膠帶過PET膠帶的話呢 請幫我按2 那如果您無法決定的話呢 就請喊出來 說小孩子還做選擇 我全都要 好啦 那如果您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